记者杨新城台南报道,也算是天宫作美。 九汉不语,台南是七谷区顶山废弃盐滩的, 蓄积的浅瓶海水蒸发,盐滩出现色彩变幻莫测的奇特景观, 成为真正的秘境。 你没看过,拍摄尿类生态的西港区鸟有方融昌深入顶山废盐滩, 找学鸟踪迹,意外发现这处秘境, 转告好友黄三明等人一起去探险。 黄三明说,九汉不语,肺炎滩内的海水蒸发后, 变成铁红色的高浓度卤水,有的以结晶成盐, 各种色彩及线条在阳光照射下,形成奇特景观。 由于地点偏僻隐秘,少有人为破坏, 还有海水的肺炎滩地,有的结晶成白色的盐, 混在红棕色的卤水周边或池底, 海岩在偏光照射下,有白色也有淡蓝色, 军裂的盐滩的也呈现不规则图形, 形成美丽的构图。 出现奇景的肺炎滩内在七谷西辽以北的炎城, 道路难行,而且必须步行靠近, 早上和黄昏拍摄的景色又不同。 早年之盐产业是利用水门引进海水进入储水池, 再引到大,小蒸发池, 海水浓度升高成为盐卤水, 最后引进结晶池晒盐而成。 黄三明说,出现奇特景观的废弃盐滩的必须有形成要件, 如果海水太多,就只是一池水, 水太浅则只有浅和均裂的盐滩地, 盐滩内要有适量的海水, 加上九旱不语,日照墙, 才有出现奇景的可能。